相信大家都已经感受到了 在近些年里 很多农村人都觉得家里种地根本就挣不了多少钱 开始到达城市里打工 有些家庭为了能够挣到更多的钱 就开始夫妻俩人都出来打工 虽然这样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家庭的经济条件 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也存在着很多问题 在这里面让我们印象最深刻的 就是农民工夫妻混住泡沫房的问题 那么这种特别尴尬的场面到底谁来管呢 让我们快点来瞧瞧吧 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外打工的农民工居住的地方都是特别差的 就像是大学里的宿舍一样 因为很多农民工都特别怕花钱 男生女生全都住在一起 整个环境都是特别脏乱的 在这里面还包括一些刚刚结婚的小夫妻 他们都没有任何办法 有些人实在是忍受不了了 就愿意多花上一些钱 另租一间房间 让自己过得更好 但是有些人觉得花这些钱实在是太浪费太贵了 还是和大家挤在一起 虽然才刚刚开始的时候 人们都觉得特别尴尬 但是随着时间都不断流逝 这种情况就能够得到一定的缓解 根据我们的了解 这种情况到现在为止 是没有任何企业愿意管的 随着时间的不断流逝 到城市里打工的人越来越多 其中就包括很多女性 那么在这个时候 我们都特别希望有关的企业 能够多多尊重一下女性朋友 给女性一个单独居住的地方 这样她们也有更多的精力为企业付出 为企业做更多更好的事情 企业不会有任何的亏损 亲爱的小伙伴们 你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